在1992年有一天的下午 著名的美国比尔盖茨来到纽约的一所小学 看望那里的师生 临走的时候比尔盖茨表示 自己会在某一个星期四的下午 再来学校看望大家 到时候如果你们哪个学生 合作以收拾的最整洁 谁将获得比尔盖茨 赠送他免费一部个人的电脑 当比尔盖茨走后 每逢星期四的下午 所有的同学都会不约而同的将客桌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而其他时间大家还是不愿清理 有一个学生 他觉得比尔盖茨可能会在任何时间都来 于是他每天都把自己的客桌椅打扫得干干净净 遗憾的是 比尔盖茨此后一直没有再来 但这个学生却因此养成了随时保持整洁的习惯 多年后 他终于再次见到了比尔盖茨 但这次见面 比尔盖茨并不是为了兑现当年的承诺 送他一台电脑 而是要送给他一件更大的礼物 因为比尔盖茨用两亿四千万美元 购买了他公司的1.6%的股权 然而这个价格还是因为 这个原来比尔盖茨看他的学生 为了感谢当年比尔盖茨对他无形的品德的影响 而做出的让步 因为这位同学做什么事情都有规律 很愿意听从别人的善意劝告 他后来成功了 他创立的公司 这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也要来买他的股权 因为他的公司的名字就叫Facebook 世界第一社交网站 他的名字就叫Mark Zuckerberg 这个故事就是说明 我们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对别人善良的建议和智慧的语言 要铭记在心 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用自私的心 在伤害着自己 也伤害着别人 我们不能用对自己的伤害的语言和行为 再去伤害别人 我们不能用那些不好的语言 再来污染我们自己的心 想一想 当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 你的心是不是也受到了伤害